花海航行用心讲述每一个故事 科幻小说《死亡开关》 作者戴文·伊格尔曼 没有来生 人类却会以另一种形式一直活下去 在计算机时代之初 一些人死后也将留在他们大脑里的信息 一起带走了 没有人能够打开他们在网络世界中留下的文件 科技公司也以各种保护用户隐私的说辞 拒绝提供逝者所有网络通讯平台的密码 一些逝者家属想要获知 他们的社交媒体里给世界留下的痕迹 但都无法进入 只能独自承受悲伤 如果一些公司的员工去世 公司又急需使用逝者的这些文件 就会无法进入 结果 严重影响了公司的运作和效率 基于上述的种种因素 程序员发明了 死亡开关 有了死亡开关 软件会提醒你 每星期至少输入一次密码 已确定你还活着 如果经过一段时间 你没有输入密码 那么软件程序就会经过多重验证 由此推断你是否死了 如果确定了你的死讯 你的密码就会自动通过电子邮件 发给你的第二授权人 这样人们就可以利用死亡开关 来做许多事情 比如将银行的账户密码 告诉继承人 在某场辩论中发表最后的高见 或者到处在有生之年里 难以启齿的某些隐私 死亡开关为人们提供了 用电子方式告别人生的绝妙机会 很快 人们都喜爱上了这种方式 这时人们已经不仅限于 将银行账户密码发送出去 而是在计算机中预设程序 向他们的亲朋好友 发送电子邮件 宣布自己的死亡信息 电子邮件的开头这么写道 看来我已经死了 我想借此机会 表达一直想说 而没有说出的心愿 后来人们又发现 他们可以预先编制好一些信息 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发送出去 比如 祝你87岁生日快乐 自从我死了以后 22年已经过去了 祝你万事如意 心想事成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将死亡开关的作用 进一步发挥到极致 人们不再通过电子邮件宣布自己死亡 人们假装自己根本就没有死 智能自动应答程序 擅长对收到的邮件信息进行分析 死亡开关能让去世的人 恍若在世地以各种借口 婉拒邀请 或在节庆纪念日里发出贺信 向亲朋好友表达自己希望 不久能与他们重逢的愿望等 如今建立一个死亡开关 假装自己还活在这个世上 已经成为一种艺术 事先编制好程序的死亡开关 偶尔会发出一份传真 完成银行账户之间的转账手续 或者在网上购买最新出版的小说 更先进的死亡开关 能够讲述好听的故事 交换一些圈内心境的笑话 吹嘘自己过去曾有过的人生辉煌 或者总结人生经验 死亡开关的出现 对人必有一死的宇宙规律 开了一个大玩笑 人们发现 虽然他们无法阻止死神到来的脚步 但至少对死神的到来不再畏惧 这是一个重大的 人类精神上的革命 人们不再有死后寂寞之感 但是 对于我们这些 仍然还活在世上的人来说 却越来越难区分生者和死者 计算机不分昼夜地传送着死者 发出的各种社交活动信息 问候 调印 邀请 聊天 谈情说爱 致歉 以及只有熟人之间 心照不宣的圈内笑话 人类社会最终会走向何方 多数人都已经死去 我是还活在世上的少数人之一 当我死去之后 我的死亡开关被激活时 在这个世界上所留下的 只有一个高度发展的网络 繁忙的信息来来往往 却不再有人去阅读它们 在寂静无声的地球行星上 卫星让地球旋转着 分杂多样的信息就这样 在网络中飞来飞去 因此 人类的来生并非为我们自己存在 而是为太空中的其他文明而存在 当某个外星文明最终闯入地球之后 从这些琳琅满目的信息中 它们立刻就能了解到整个人类文明 人与人之间的所有社交活动 都继续存在于网络上 谁爱上了谁 谁善于竞争 谁惯于欺骗 谁为了一件伤心事 而默默哭泣 谁回忆起一次欢乐的假期 而开怀大笑 每个人与亲友同事的关系 都留在了电子信息中 死亡开关 唯妙唯孝地 模拟着真实的社会状态 整个人类社会的网络 简直都可以从中再次构建起来 地球行星的所有记忆 都在计算机无数的零和一中 保留了下来 我们可以永远地重温那些 曾经共享过的笑话 弥补活着时 没有机会说一些话的遗憾 回忆那些给我们带来愉悦 却再也无法亲身体验的人生经历 记忆 如今不再依赖人类而存在着 没有人会忘记它们 也没有人会厌烦这些 北周而富时讲述的故事 这样的安排 让我们满意 因为如果人死而有之的话 回忆活着时 曾经有过的辉煌人生 也许是唯一觉得快乐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